动机是因为受污染的水中可能会含有些重金属离子 尤其乙、铜、镍最多 除此之外,处理废水的成本偏高 而花生壳成本低,又具有吸附重金属的能力 且改性能增加花生壳的吸附能力 于是期望用改性花生壳进水 该作品能快且有效去除大部分重金属离子 在875ppm的铜、镍、重金属环境下 两小时最高有91.12%的吸收率 镍则是有77.14%的吸收率 该作品除了重金属外,也能够吸附特定色素 也因为主要使用的是花生壳,所以基本上成本偏低 花生壳的吸附能力源于它的空隙率偏高 表面积极大 木质素和纤维素中的关能基能和金属离子见解 也有抢基、缩基帮助吸附金属离子 改性 此实验用加热来改变花生壳的性质 使其增加更多空隙和有效吸附点 提高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能力 物理吸附 违背吸附物间以繁德瓦铃或静电力在吸附物上 这种力很微弱,但被吸附物的状态不变且有可逆性 实验过程 先粗称花生壳20克 倒入改新药品 温度控制80度C加热1.5小时 冷却后将花生壳抽气过滤 待干燥后装带备用 精称2.5克硫三酮加水配置成1公升 溶液2500ppm 取其中的溶液再配置成62.5、125、250、500、1000ppm的100毫升标准液 测吸光度,建立减量线 再以同样的方法制作涅减量线 取两个花生壳置于875ppm的同涅重金属液 放入恒温震荡箱震荡两小时后 取10毫升加3.5毫升氨水 测吸光度 将同重金属溶液 以同样的配置方法再测试一般花生壳和茶叶 可以看到茶叶加了氨水后 颜色变得比花生壳还要深 过蒙酸钾对酮和涅的吸附效率在两小时有91.92%和77.14% 至高是氢氧化钠 显示改进花生壳能吸附重金属 且由于两个小时和一个礼拜的对比并不大 所以花生壳基本上能在两小时左右达到最大吸附率 将0.2g花生壳放入5毫升染色的水 吸附 有表格得知 盐酸对色素的吸附力最高 次高是柠檬酸 显示改进花生壳也能吸附色素 这里是因为色素吸附较好观察 于是先测试色素吸附包的效果 将3g的盐酸改进花生壳装入茶包 接着放入过滤器 又图极为吸附一小时的结果 未来会希望测试过蒙酸钾改进花生壳做成吸附包 测试吸附能力 以及跟市售的对比吸附力 再来也希望能够将重金属离子 从吸附后的花生壳里脱付出来